菲律宾停在我国的那艘破船 如今怎么样了 为什么还不拖走 你们看看 这是菲律宾停在仁爱礁的那艘破船 船身袖起斑斑 船内遍地垃圾 外边还挂着菲律宾士兵捕鱼的破网 这铁锈 这垃圾 这非法捕捞 能不污染环境吗 还有 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去哪上的厕所 事实证明 确实污染 昨天 我国南海生态中心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 报告中说 仁爱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已经逐渐退化 而造成这一原因的 就是菲律宾那艘生锈的破船 1999年5月 菲律宾海军开着他们的登陆舰 航行到我国南海附近海域时 突然说船上漏水 希望能找一处岛屿暂停 当时我国出于人道主意 允许他们把船停在仁爱礁 可这一停就是25年 尽管我们多次要求飞方拖走 飞方也承诺尽快拖走 但就是光说不做 这艘破船 就像卡在我们喉咙里的鱼刺 一时突不出又咽不下 很多网友都说 菲律宾不拖走 我们就不能拖吗 其实这艘破船已经生锈老化 船前出现多个大洞 船舱里都是海水 估计一碰都会散加解体 船上的士兵也只能被迫到甲板生活 估计撑不了多久 他自己就会烂在这大海里